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又过来一个安息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安息日 愿主耶稣施恩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得到很好的造就 今年是我们真耶稣教会 从1917年以来 已经超过了104年 那么从民国15年传到台湾以来 已经超过95年 那么这个因为 这个嘉义教会 嘉义教会是11月7号 要举行90年感恩祭会 所以因为要我去参加 然后给我很多题目 我就写了五个题目 所以这个童心的教会 这是第一个题目 那我们10月24号 是我们大同教会的60周年感恩聚会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同心的教会 同心 同心就是上下一条心 上下一条心就是同心 那么从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说 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 一本就是一个血脉 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来 不过这个血脉按照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所以照理讲 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应该我们都有一条心才对 应该是同心合一才对 但是我们发觉 很多都是不同心 这个就是现在教会 一个要奋斗的一个方向 从加拿大书三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所记载的 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受洗归入基督 披戴基督 无论是男女老幼 是主人还是仆人 是犹太人还是西里尼人 我们都是属乎耶稣基督 所以在教徒太书三章特别说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 既然是成为一体 同一个身子 应该是同一条心才对 但是我们也发觉 有很多没有办法同心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要克服 要努力的方向 为什么 第一段我要讲的 为什么教会会不能同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十一章 二十二页 第十页 创世纪十一章 第十页 从这个第一节 一直到第九节 这里有记载 在挪亚大水的时代 过去以后 在十章的三十二节说 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 分为邦国 然后第十一章开始就说 天下人的口音 原理都是一样 当全世界的人 都讲一样的话的时候 那么当然很容易同心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意见 或许因为彼此商量讲得通 那么也可以同心的 但是在这个十一章里面 记载的事情是说 他们来到了这个四拿平原 在那个地方 他们把砖烧透 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飞泥 然后说 我们来看十一章第四节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好 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 这个当时的人 口音言语都一样 应该是讲话都讲得通 应该是能够同一条心 结果呢 神的旨意 为什么会不同心 就是神的旨意 好 我们看第七节 十一章第七节 他们 我们下去在那里 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 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照那城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纳成名叫做八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所以这个不同心啊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旨意 神不愿意人骄傲 神不要人 骄傲到想要塔顶通天 要传扬自己 不传扬神不荣耀神 所以神就阻挡他们 所以这个不同心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神的旨意 当然其他也有例子啊 我们可以看也可以稍看一下 撒末尔记下十七章十四节 四百零一面 撒末尔记下十七章十四节 十七章的十四节 说亚沙隆阿以色列众人说 亚基人赋塞的计谋 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 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 亚西多福的良谋 为要降货于亚沙隆 好 这里又告诉我了 为什么神让亚沙隆 不和他的最棒的一个模式 亚西多福同心呢 亚西多福这个计则是一定成功的 但是神就是不让他成功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同心 因此这里说 神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所以可见不能同心 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旨意 好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 当然就是魔鬼的阻挡 魔鬼要阻挡 我们看来 看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 三百六十六页 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纷纷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魔鬼的破坏 魔鬼为什么要来破坏神的工作呢 因为时候不多啦 这个距离神审判魔鬼的时候 越来越近 所以他要把握时间 所以气纷纷的来到人间 要来破坏神的圣光 所以让人不同心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我们可以参考 这是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 我们来看 格林多前书第一章 两百三十页 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二节 一章二十二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 犀利利人是要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半角时 在外邦人为余佐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人的因素 使人没有办法同心 犹太人他们很重视的是 他们所敬拜的神的恩典能力 彰显在他们的同胞之间 所以他们所要的是神迹 但是犀利利人比较重知识 所以他们是要求智慧 但是基督徒呢 基督徒又不一样 是要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神 成为人来到世界 要来拯救世上的罪人 所以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基督徒所传扬的 但是在犹太人看来 这是半角时 我们等了一两千年的弥赛亚救主 怎么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怎么是一个无学小平 怎么是没有外貌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 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人定死十字架 我许多人笑他 你是救主吗 那你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好了 如果你是救主 那你先救我们嘛 不然你就先救志祺 再来救我们这样 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 以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羽主 真奇怪 哎呀 一个人能够救众人那么厉害 一个无学小民 他能够救全世界人类 那才奇怪 所以外邦人他们觉得很奇怪 耶稣怎么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啊 现在差不多有七十四亿的人 活在世上 那么他们每个人 你我都一样 常常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立场 因为很多时代 人都不一样 年纪不同 性别不同 这个背景不同 出生不同 地点不同 那个教育的背景也不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所以人要同心实在是 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段 接着我来讲第二段 教会如何同心 教会如何同心 这个奇怪啊 教会怎么会同心 因为如果 今天我讲这个竹东教会的例子 这个竹东教会 他们原住民占百分之七十 客家人占百分之二十 这个火洛人 这个火洛人 台湾人占百分之十 这个族群不一样 族群不一样 他们信徒差不多两百多个 结果他们当中的言语 就有十二种话 十二种话哦 刚刚是说 因为口音讲话不能相通 所以八别塔建不成哦 但是在教会就不一样 我们的教会不一样哦 十二种言语 竟然能够同心合意建造会堂 而且是二十年之间 竟然能够同心 能够祷告 神的恩典在身上 这个二十年前 他们每一年平均只有十七万 剩下十七万怎么建会堂 后面 这个是前八年了 前八年都是平均起来 还剩下十七万哦 那么再来的六年啊 平均哎 奇妙啦 你看主耶稣给他们剩下 每年平均剩下三百二十五万 多奇妙啊 在后面在六年就是 这二十年的后面六年 他们每一年平均剩下六百六十三万 所以他们能够建七百多万的会堂 哦 哦 这实在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思想 所以你说不同心吗 你看 这个不可能同心的教会竟然同心啊 而且又建造好漂亮的会堂 在竹东镇 听他们说 是最漂亮的一个建筑 所以一个嘉义教会的信徒 她 她是太太没有信 她搬到这个竹东来住 她也不晓得教会在哪里 但是有一天她就听人家讲 哎呀就在那个桥旁边那边哦 有一个新的新的建筑很漂亮哦 哎 她开车过去 这就是我们教会啊 所以她就打电话来说她要奉献 很奇妙的哦 所以这个同心啊 其实是神 神让我们同心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福利比书第一章 请看 277页 福利比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这个 读一下好了 第三节到第六节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心王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以这个同心合意 福利比教会就是一个魔幻 让这个保罗每次祷告都感谢神啊 感谢神啊 他们好同心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如何同心 教会如何同心 我们看以乎所书第四章 272页 以乎所书第四章 好 我们看从这个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他所示的是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为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各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十三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教会要同心啊 第一个就是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 所以无论是在教会里担任什么样的职分 我们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 成全也可以换成装备 就是要来装备所有的信徒 让大家同心合一 然后发挥每一个人的恩赐 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 但是一定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所以我们教会都是共信之道 就是我们每 这个无论是十大信条五大教育 我们都是一样的 无论到哪里 以哪个地方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所讲的道理 都应该是一致的 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 这个很重要 那么在真道上怎么样才能够同归于一呢 当然我们也要彼此之间重视道理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一百八十九页 使徒行传十七章一百八十九页 十一节 这地方的人贤于一百八十九页 这地方的人贤于铁砂仑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看重这本圣经的真道 所以我们对圣经的道理要天天考察 然后要确定 这是真的 这是对的 这是值得信的 这就是重要的教育 我们都要确定好 所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同心 这个道理最重要 因为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我们拜的是真神 我们信的是真大 是同样一种道理 好 再来我们看 《以无所书》第四章三百七十一页 三百七十一页 第四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三章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示 合而为一的心 这边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同心 合而为一的心 那么就是要靠着圣灵 竭力来保守 所以在圣灵里面 合而为一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分歧 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 往往我们都是用 祷告的方式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为了这个议案 我们来祷告 求主耶稣带领我们 看要怎么样来决定最好 大家迫切祷告 祷告完了 然后再讨论 就有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在圣灵里面 合而为一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这个祷告 有时候让我们 非常的同心 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 168页 168页 使徒行传第四章 二十九节开始 二十九节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 行出来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多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所以告诉我们说 遇到恐后 我们大家同心祷告 就同心得到力量 所以这里就说 可以放胆讲论神的道 而且求神 智能力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 神迹其事显明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教会要如何同心呢 就是大家常常聚会 常常来谈论神的道理 然后再来我们常常祷告 求圣灵充满我们当中 接着就是让我们教会 同心的因素 好 接下来第三段我来讲 我们看菲律比书第二章 378页 378页 278页 有看错吗 278页 278页 这个菲律比书二章 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第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服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第四节 个人不要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第三段我们要讲的同心 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有你的心 我有我的心 他有他的心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所以要同心太困难了 哪个心才是对的 哪个想法才是好的 只有神 神的旨意是好的 神的决定是好的 神的想法做法是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基督为心 那么基督耶稣的心 到底是什么心 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环道须及起了 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如 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好 这边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心 就是神的心 神的形象是什么 在这个一部首书四章二十四节说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节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节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再来就是虚极 虚极 他怎么虚极呢 他愿意成为卑微的人 愿意成为别人的仆人 这就是主耶稣虚极了 然后再来就是顺服 顺服天上的神 自己卑微 纯心顺如 以至死在十字架上 好 我们现在 从这样来 这个顺序来讲 第一个 神的形象 就是要有真理的人意和圣节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约安的文明第八章 138月 138月 约安同音第八章 好 我们看第十节和十一节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 这一个当场被抓到的 一个犯了第七届的这一个妇人 本来这些犹太人很凶恶 他们马上想要拿石头就把这个 这个淫妇把他打死 但是主耶稣一次两次的弯腰 在地上 不晓得在画什么字 很可能是在写出人的 犯罪的事实 或是什么 所以那里的人 第九节说 从老的到少的 一个一个都出去 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 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 结果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那些人在哪里 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 没有 主啊 没有 没有 主耶稣讲的话是什么 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是主耶稣的忍耐 因为主耶稣没有 像他讲过同样 不可以犯这个罪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是主 第一次遇到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用仁慈的话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但是主耶稣虽然有仁耐 但是也要有公义啊 主耶稣的心有仁耐 也有公义啊 什么公义呢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就是公义 过去做的不知道就算了 没有特别给你叮咛就算了 但是你以后就不要再做这个错事了 这是公义啊 所以主耶稣的形象 就是仁爱又公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希伯来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八月 第一章的四十节到四十五节 四十一四十节到四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第四十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 我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即使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这边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是 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 所以他是仁爱公义的 所以他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来 向他跪下 向他要求 求主耶稣能够让他洁净 四十一节这边说 耶稣就动了慈心 这是主耶稣很柔和谦卑的地方 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可以说是人人不敢靠近的人 但是主耶稣竟然会动慈心 又伸手去摸他 这个大麻风的传染就是接触传染 这里长大麻风 你摸下去的时候 正好你这里有伤口 那么这个大麻风就传过来了 但是主耶稣竟然那么样的谦卑如何 神所摸他 我肯你洁净了吧 所以这个大麻风就马上就离开他了 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出主耶稣 他是谦卑的 柔和又谦卑 四十二节我们一看的时候 觉得也奇怪 拜耶稣怎么这样 严严的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 这是告诉我们说 当时主耶稣是很谦卑的 他不愿意把自己行神机张扬出去 他不愿意让自己以后 要再进到这个城里来有困难 所以这四十五节有写了 说因为这一个人到处去讲 主耶稣依了他的大麻风 结果他就不可 主耶稣就不可以明明的进城里来了 这是告诉我们主耶稣 他是谦卑又柔和的 这是主耶稣的心 谦卑又柔和的心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告诉我们 哪一个人想要带领人 想要做头带领人 他一定要有服事精神 好像仆人一样 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 他虚极便于成为软弱微小的人 而且他甘心服事人 所以这里说仁慈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别人 甚至为别人 为些罪人来牺牲生命 来作为许许多多相信的人的赎价 主耶稣是这样做 所以主耶稣是有真理的仁耐 公义和圣洁 而且他虚极愿意成为软弱的人 而且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 甚至会顺服到死 牺牲在十字架上 完全遵照天父真神的旨意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 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就要仁爱公义圣洁 谦卑浊和 而且要顺及 要顺服 要服事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主 以基督的心为心 可以学习的 让我们能够同心 好 第最后一段 第四段 我们讲这个同心的表现 同心的表现是什么 我们看福利比书第二章 278页 278页 第二章 我们看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所以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解答 不可贪图虚乎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里有四节圣经 讲到同心的表现是什么 那么这个同心的表现 这边第一个是讲到 要有慈悲怜悯的心 我们说神就是爱 所以当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彼此相爱 所以一定要有慈悲怜悯的心 当我们有慈悲怜悯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劝勉人的时候 你会去劝勉他 看到别人忧伤 你会去安慰他 看到有什么问题 要解决你会去和人家交通 这就是同心的表现 所以主耶稣就是有这个同理心 看到这些 定他在十字架上的人 主耶稣说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有那个慈悲怜悯 说定他十字架的 他们是无知啦 不晓得啦 才会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这样啊 这就是同心需要有的慈悲怜悯 慈悲怜悯 再来就是第二节所说的 心思要相同 意念要相同 爱心要相同 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 还有我们心中神的爱 都是相同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同心 来做主的圣功 所以哥利多前书12章26节 告诉我们 我们要同苦同乐 我们要一起受苦 一起来快乐 因为我们是同样的心思意念和爱心 这样就可以让喜乐满足 当大家很同心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乐 哎呀我们这个教会 真的是相爱的教会 同心的教会 太棒了 这个会喜乐满足 好 再来第三节这里讲到 要有什么同心的表现呢 就是不解答 不贪虚荣 这个 有时候我们也会发觉说 有的教会 他们就是奇怪的 不会说我和你和他都好 我们常常在一起 你和我在一起也好 他和我在一起也好 不是 有的人很奇怪 固定的一定和几个人很好 这个就是结党 好像在结党 或许没有这个心 但是因为讲话讲得通 也很可能就被人家误会说 你是结党 其实没有 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结党的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有的人是爱爱荣耀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把你的荣耀给他 他才会高兴 所以他为什么阻挡你 因为他需要你把你的荣耀给他 他就会心里会喜乐会服气 所以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这个是其实在教会里头 有什么荣耀可以贪图呢 但是有的人就是很爱面子 太爱面子了 又要想要站在人家面前 这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要存心谦卑 怎么样才可以谦卑 下面一句说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虽然不错 你也不错 我虽然有很多的才干 很多的恩赐 但是你也有 你的才干 你的恩赐 或许我做不大 所以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才干 和这个恩赐 我欣赏你 所以彼此欣赏很重要 所以这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会彼此欣赏 每个人总是有他的优点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值得欣赏 所以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应该要去欣赏别人 这是神给他的 神或许没有给我 但是神有给别人 有人说 这个赖长老你恩赐很多 我说 是 感谢主 感谢主 不过我很多都不会 我说有的人 他们可以一面弹琴 一面唱诗 我没有办法 你叫我弹我就弹 你叫我唱我就唱 我没有办法说一面弹又一面唱 所以我很欣赏别人很厉害 一面弹琴又可以一面唱诗 很棒啊 但是我怎么学都学不来 这个神就是要给大家不一样啊 所以才会彼此欣赏 所以再来第四节是讲到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我们就知道要同心 就是要照顾大家 相顾相助 我们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是 神的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 关心他 照顾他 这是应该的 所以应该有一家精神 我们看以无所书第二章270页 以无所书第二章的十九节 第二章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克里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这里讲得很清楚 既然信主受习归入主耶稣里面 你就不再是外面的人 不是教会里外面的人 也不是来这边做客人 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神的国度里的人 所以这边说是神家里的 家里的人 神家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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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应该同心合意 来兴旺福音才对 这才是正确的 当然在这个教会里头 每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格林多前书 十二章二十三节说 那个不体面的 你要给他加上体面 那个不俊美的 你要给他加上俊美 这是来告诉我们说 要同心 我们就要彼此帮助 彼此来提息 彼此来支援 然后来荣耀天上的神 不是单顾自己 也顾别人的事 再来就是我们看 彼得前书第五章 三百三十九页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素药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事恩给谦卑的人 第六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所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首先是年轻的 我们应该顺服年长的 那么如果这个意见上 有一些分歧 意见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要采取那个好的 那要采取好的时候 或许是年轻人提出来的意见 很好啊 所以就要谦卑素药 我们年长也可以顺服年轻的啊 彼此顺服啊 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 事恩给谦卑的人啊 那么如果你自卑的话 神就会把你升高啊 所以我们要同心就是要 这个谦卑素药 彼此顺服 这个很重要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两百二十五页 两百二十五页 罗马书十五章 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经过的人应该单待不经过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第二节 我们个人物要叫临摄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得性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五节 第一节 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得父 好 这边告诉我们 如果你是比较坚固 那你就要体贴那个比较软弱一点的 所以要单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要自己高兴就好了 没有想说有一些软弱的人 在后面需要你帮助他 你应该要去帮助他才对 这个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同心 而且为什么我们能够同心 因为我们都效法耶稣基督 主耶稣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同心 第六节说一心一口 这个同心 所以讲的话都一样 然后来荣耀神 这是应该 我们再来看右边的十四章第一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 信心软弱 很多人虽然信很久 信心也很软弱 像我已经信七十年以上 我的信心也不算坚强 所以我们都要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那有疑惑的事情 不要用辩论的方式 我们应该用真理 用圣经的话来对照 这个是应该要有的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很简单的 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说 同心力量增大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论十二章 一百八十页 一百八十页 好 第十二章开始 就是叙利王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哇 这个犹太人觉得杀基督徒很好 哦 这个犹利王就说 那我把彼得也抓过来好了 就把彼得抓去了 那么第四节就记载 当时的犹利王 他抓了彼得 在监牢里头 这里说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就是大概是一天有四班轮流在看守他 而且一个班就有四个人在看他 所以说起来啊 这个是要逃是逃不出来 但是很奇妙的是第五节 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间里 教会却为他窃窃的祷告神 这个窃窃的祷告 这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因为大家同心合意祷告奇妙的事发生啊 哈 就是第七节说的 有天使来了 把彼得拍醒了 然后他的铁链就脱落了 然后叫他赶快束腰穿鞋 然后就带他走 披上怪衣就走了 结果经过了两个门 经过两个门 然后来到了靠近街上的这个铁门 也打开了 就这样子 这个天使就救了彼得 离开了这个监牢 这是一个奇妙的见证 告诉我们同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好 我们讲了这些道理 还有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说同心很重要 我们大同教会已经 10月28号就满60年 10月24号是要举行感恩特别聚会 那我们应该想一想 我们大同教会是不是在同心方面 要更加的努力 要看我的 别人去 а